机器在厂房内运转 发出轰隆隆声响 一旁还有作业员紧盯 确保每一个环节都没有问题 这时有台商为着桃园的工厂 受到美中贸易战的影响 不少厂商选定几名机场的桃园 想要回台投资 但第一关面临的 就是土地问题 空荡荡的工业区土地 杂草涨得老高 但地主说不卖就不卖 瞪着哪个企业主喊出最高价格 桃园像这样子工业用地 一地难求的情况 从去年就已经开始 当然美中贸易的冲突 当然对台商回流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厂商动作 想要回来台湾开始新设厂房 或是扩厂 价格当然就会比较上来 台商想回流 但回来却才发现 怎么这成本降不了多少 像是桃园观音 2014年一瓶七万块 现在出现超过四成的涨幅 中立平镇则是足足翻涨二七倍 此外人力短缺 也是一大难题 很多工业地都设置 腾出的工业地很多 都是在比较偏远的地方 然后如果没有先给他 移工的名额的话 他在招工上会有很大的困难 像是桃园市金发局在今年 就接到八十多家企业询问 但怎么问就是下不了手 虽然桃园市长 喊出单一窗口全程服务 但许多政策 还是得靠中央配合 那五缺的问题 主要是在缺土地跟缺人力 这两个项目 那么希望经济部能够联合招商 因为基本先制的挑战 因为劳资关系对立 因为行政效率预低下 我们政府要做有效的引导 行政效率让不少台商却步 企业主还抱怨劳资纠纷太多 人才又不断外流 缺电缺水还缺乏完整的空无法规 而贸易战已经开战 但政府若应变不及 让企业主面临困境 恐怕只会让他们归于返乡的愿望 成为纸上谈兵